美国VEI-2公司研发的超导输电技术 不仅能够大幅提升供电效率 还计划在2026年进行大规模试点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引以为傲的特高压输电技术 就要被淘汰了呢 别急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电力革命的神秘灭纱 看看超导输电和特高压输电 究竟谁能在未来的电力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VEI-2公司 这家美国的创新企业 正致力于将超导输电技术推向实用化 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一种特殊的材料 高温超导体 HTS 不同于常规金属 当某些特定的陶瓷材料被冷却至极低温度时 它们会进入一种神奇的状态 超导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电流可以毫无阻碍地流过 就像空气在无摩擦的空间中自由穿梭 VEI-2公司的科学家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它们设计了一种独特的系统 通过让液态氮在真空绝缘管道中流动 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低温环境 这种环境足以让一种名为 以被同氧化物的高温超导体达到其超导临界点 从而实现零电阻和零电流损失的奇迹 更令人兴奋的是 这些HTS电缆能够在高达传统电线 10倍的电流强度下工作 同时还能保持超导特性 这意味着可以用更低的电压和更窄的路径 来传输同样的电量 极大的提升了电力传输的效率和经济性 正如所有的科技创新一样 从实验室的理想状态到实际应用的广阔天地 这条路充满了未知 VER的超导电缆 虽然在理论上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 但在真正投入商用之前 还需跨越几道难以忽视的障碍 首先成本问题首当其冲 维持超导所需的低温环境并非一事 这涉及到复杂的冷却系统和持续的能源消耗 液氮作为冷却介质 其制备和运输成本不菲 且在实际操作中如何高效循环利用 减少损耗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 超导电缆的制造材料 已被铜氧化物 本身也价格不菲 如何降低成本 使之成为一项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 是摆在VER面前的一大难题 其次 技术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同样不容忽视 在极端条件下运行的设备 往往对维护有着更高的要求 超导电缆需要在低温下保持稳定性能 这就要求其在设计和施工上具备高度的可靠性和容错能力 以防意外发生时造成重大损失 同时 大规模铺设超导电缆网络 还需考虑其与现有电力系统的兼容性 以及在不同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的适应性 最后 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建设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超导技术的应用意味着电力输送体系的全面升级 从发电站到用户终端 每一环节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这对于电力公司而言 不仅是技术和资金上的考验 也是策略和规划上的挑战 尽管前路充满挑战 VEI-R公司依然坚定地走在探索的道路上 他们计划在2026年启动大规模试点 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行动 预示着超导书电技术即将迈出实验室 踏上向现实世界转化的重要一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逐渐降低 超导书电有望在未来 成为电力行业的一股新生力量 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加清洁 高效的能源传输方式 在探讨超导书电技术的前沿进展时 我们不应忽视 中国在电力输送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 尤其是特高压书电技术的领先位置 特高压书电作为一种高效率 远距离的电力输送手段 已然成为中国电力行业的骄傲名片 与超导书电相比 特高压书电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 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 特别是在远距离 大容量书电方面 堪称是电力传输领域的重器 特高压书电技术的核心在于它的特 特高压 即超过800千伏的交流电压 或正负1100千伏的直流电压 这种高压状态 使得电力可以穿越数千公里的距离 从发电厂直接送达需求端 几乎不受地理限制 对于广袤的国土和分散的能源分布 特高压输电无疑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之一 它可以有效地减少电力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同时大幅提高单线的输送能力 为大规模的能源调配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中国在特高压输电领域的突破 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创新 更在与其实战经验的积累 从西北的风力发电基地到东部沿海的工业重镇 从西南的水电站到华北的用电高峰区 特高压线路跨越山川湖海 连接起能源的供需两端 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不仅如此 中国还在积极推动特高压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 为全球能源互联贡献智慧和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并未止步于特高压输电的辉煌成就 在超导输电领域同样展现出前瞻性的布局 以上海为例 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地下埋藏着一条 已服务三年的超导电缆 它不仅证明了超导技术 在城市电力网络中的可行性 也为未来的电力输送技术 开辟了新的探索方向 这表明 中国在电力技术的多元化发展上 始终保持开放和创新的态度 努力寻找最适合自己国情的 电力传输解决方案 真正的未来 或许并非是一场零和游戏 而是两种技术的并行不备 相辅相成 超导输电与特高压输电 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他们在电力输送的不同场景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共同构建起未来电力网络的双轨制 超导输电技术 以其超乎寻常的电力传输效率 和几乎零损耗的特点 特别适用于人口密集 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区域 在这样的环境中 每一寸空间都显得尤为宝贵 而超导电缆的紧凑设计 和高载流能力 使其成为优化城市电力网络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理想选择 另一方面 特高压输电技术则在长距离 大容量的电力输送上独领风 扫 对于横跨广阔地域的国家来说 特高压输电是连接偏远发电站 与负荷中心的生命线 无论是西部的清洁能源基地 还是东部的用电高峰地带 特高压线路都能确保电力的稳定供应 减少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提高整体电网的运行效率 特高压输电技术的成熟应用 不仅解决了能源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更为构建全国乃至洲际的能源互联网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 超导输电与特高压输电 将在各自的领域内持续进化 相互补充 共同推动全球电力行业的进步 超导技术的进步 可能会使得其成本逐渐下降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而特高压输电 则将进一步提升其智能化水平 增强电网的灵活性和韧性 两者之间的融合与协作 将催生出更加智能 高效 可持续的电力输送模式 为人类社会的能源转型 注入强大动力 让我们带着期待与好奇 继续关注电力输送技术的每一次飞跃 也为每一次技术的革新 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承诺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 超导输电与特高压输电 正携手引领我们迈向更加光明的能源未来